有很多家長發現 有自閉症的小孩在溝通上有一定的困難 縱使有些小孩認識不少的詞彙 但他們都不能夠主動提出要求 主動尋求幫助和主動發問問題 要教小孩有發溝通 首先我們要令他們有想說話的動機 我們都知道自閉症的小孩對周圍的事物 和在社交方面不是很感興趣 所以要令小孩有動機說話 我們就要由小孩拼出的物品開始 例如他最喜歡的玩具、零食或iPad等等 然後我們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小孩 例如手拿著玩具或在他們面前搖綁 當他嘗試說了玩具的名字 我們就可以立即讓他玩作為強化 在教友發溝通的時候 我們會儘量避免一些主導性的提示 例如問他們問題 你要不要啊? 如果你要的話,你要說些什麼啊? 或者身體語言上的提示 我們都會儘量避免的 例如碰他們的嘴 提示他們需要說話等等 以下大家會看到一段 我和ChutChut上課的片段 要令ChutChut主動提出要求 一開始我會播出最喜歡看的交通片 提了一會之後 我就會暫停 令他很想繼續看下去 這個時候我就會在ChutChut 觸碰不到iPad的情況下 又發去說出i音 一開始我會提供輔助 令ChutChut知道正確的發音 當他嘗試發出類似的聲音 我就會讓他繼續看 就作為獎禮 重複練習了幾次之後 你會看到ChutChut 能夠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 自己可以獨立地說出i音 iPad 你也要的 iPad 你很想把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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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的話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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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 iPad iP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